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全mobie上手统计学的第14单元 类别资料分析的导读影片 那这一个部分的导读影片会分成两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也就是这个影片呢 他是要介绍在这一张的 的四种类别资料分析的示范资料 要怎么样转换成 可以用线性模型处理的一个过程跟方法 那我在中文版的这里所提供的示范档案 是已经转换过的 因为考虑到读者们会实际去处理真正的资料 所以在这部影片呢 我会我会示范或还有说明怎么样 从原来电子书提供的示范资料转换成 可以使用线性模型处理的资料格式 好那现在呢我就来做一下切换 现在我切换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把右半部呢是中文版的示范的 经过转换后的示范资料 左半部呢是原来的电子书 所提供的示范资料 那我就按照电子 第14章单元的顺序呢 来解释一下这些资料要怎么从左边的资料 转换成右边的这个可以用线性模型处理的资料 以及一些要一些注意的地方 那么左边我们先从第一个卡方 卡方适合度简定的资料开始 那这个这个范例呢 他是假设有好几位玩家抽取扑克牌卡牌的 花色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然后来比较看看是不是呢 每个每个花 扑克牌的四种花色 每个花色被抽出来的几率是相等的 还是其中有一些花色被放的比较多 所以导致有一些不大是随机的一个状况 而各位可以看到左半部这个原始资料呢 他其实是直接就是把记录了每个授 每个参与者的他所抽到的 他第一次抽跟第二次抽抽到什么花色的 的一个记录 不过在他的范例中他只有他们在原来书中的范例 他只有取第一次抽到的牌来做 来去试办怎么样做适合度 简定 而要怎么转换成右半部呢 这很简单其实就是用描述统计的功能 将这第一个资料给放进去 然后在这里呢只要把它转换成用这个 把这个次数分配次数表给算出来 各位就可以看到其实右半部的这两个变向栏位里的 就是次数表里的栏位 那各位如果要自己做的话呢 有需要自己做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就把这个资料表给直接copy 然后copy到一个新的GEMOBI档案 或者是你另外再开一个试算表去编辑成 符合GEMOBI可以处理的这个格式 那你就可以来用这样的一个格式来运用线性模型方法来去进行统计方法的分析 那此外呢其实也可以直接用卡方 也就是这边这个次数模组下的这个适合度简定的模组 也可以直接处理这样的一个资料 那这怎么处理我在后续我的上课过程中会有示范 好那再来我们再来看独立性检定的这个资料 而这个独立性检定的这个范例呢 它是来自原作者他看的一个情境喜剧的灵感 就是假设有两个种族 一个机器人跟人类会各自选择什么样偏好的东西 那所以它这里有两个栏位 那这个测试就是来比较 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想要分辨出现在的这个寿势 这面对的两个对象 一个是人类一个是机器人 那我可不可以从好几次的选择中 这两个人这两个对象的选择中呢 去判断哪一个人会 哪哪人人类会是比较偏好什么 机器人会偏好什么 而各位可以看到呢其实它右半部 其实就是左半部这原始资料的次数分配表 那方法跟刚刚跟刚刚一样 我只要呢做一下次数 就是做这两个变相的次数分配表 好那因为它是要spreit 所以说呢我就是把species 要把它给放到这个spreit by 好那各位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 种不同的种族呢 他们的choice之间的次数是这样 那同样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次数分配表里面的资料 然后给copy到一个新的档案再去做编辑 那就可以变成这个格式 那同样这个格式也可以直接用卡方分配的 的这个它在GEMOBI的内建模组 它是叫做卡方的关联性检定 其实在很多统计数又叫做独立性检定 那这样子的称呼其实就是看着重所使用者 它重视的是两个变相 就是这个choice跟不同种族的 不同种族这两个变相的一个关 有没有一个关联性 那没有关联那就是两个变相彼此是独立的 好那再来第三个在电子书介绍的是所谓的废学检定 那我给一个比较精确的名字叫做小样本类别资料的检定 那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看到我并没有做任何转换 可以用这个格式可以用原来的卡方的 用卡方里面的这个关联性检定里面 它就有提供一个废学精确检定的选项 那么同样我在后续课在下一个导读影片中 也会给各位先看一下 它用线性模型处理这个资料的样子会是什么样 那在后续的课程也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好那最后一个在这本书所介绍的麦内玛简定 那同样我有给一个比较精确的命名 叫做相依样本类别资料的麦内玛简定 那从这个名字可以听到它其实是一个相依样本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它的原始资料的格式是一个宽表单的格式 那它是设定说有这些 有这几有这100位的参与 有这100位的参与者呢 他们是澳洲某个政党的支持者相当于一个民意调查 那么这个Response Before跟Response After 就是分别是看 是调查这些受访者 他们看到了某个政党的广告之前 与之后对于这个政党的支持的意向 所以yes跟no就代表说他们 看的传单前跟看传单后 对调查者表达他们是支持或不支持的 其实如果在前面的单元我们学过相依样本 会知道我的在线性模型的处理 一定要用长表单的格式 所以在这右半部的这个线性模型版的格式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就是把这个Response Before跟After 分别把它给放到两个变向栏位 Response就是放的是这些受访者是什么 是受访者他的表达的倾向 那Time是代表这个变速 这个变向栏位是代表调查是在看广告前 或者是看广告后的标记 那此外呢 因为在GEMOBI的回归模组里 他必须要用数值资料 他才能够处理像这样的一个资料 所以在这里我又增加了两个栏位 就是分别是受访者ID的数字化以及Response 我会把Yes跟No改成也是用数位的方式来去记录 好那这部影片就是解说 这第14章类别资料分析的四个范例的资料格式 要他其中的背景故事以及要怎么样转换 才能够适用线性模型转换 那请各位再点击下一部的导读影片来继续看 关于这四个线性模型范例的一个初步的介绍 祝各位学习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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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